大家好,我是妮娜蜜娜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妮娜蜜娜爱在多伦多 今天我的墨西哥老公做饭了 并且还从湖里带回来一束花 吃完饭后老公跟我说 亲爱的,我有很严肃的话要跟你讲 我愣了一下 是不是又要国外的家里挤钱了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 我每个月都给他的三个孩子 还有老母亲进一千加币 但时不时会有意外发生 就需要额外挤钱 这时候我就会有些小不高兴 并且我老公现在又失业了 输入减少了一半 所以我就很担心 但这次不是关于钱的事 是关于他的三个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结婚快两年了 自从结婚以来 我们就在做担保的材料 但由于孩子在墨西哥 又未成年 所以手续比较复杂一些 等好不容易把资料递上去 又因为资料不全 被大使馆退回来了 但当时我们正好赶上搬家 也没有及时通知大使馆新的地址 所以材料就丢失了 等我们几个月后发现 赶紧补材料 就赶上了疫情 什么都被耽误了 所以到现在 除了拿到了一个临时的档案号 一切都是遥遥无期 所以我老公就很着急 他就跟我商量 我可不可以一个人回墨西哥 带他三个孩子入境 因为我老公身份比较特殊一些 他在拿到加拿大移民之前 他是不能回墨西哥的 说实话我也很理解我老公 自从四年前他登陆加拿大 就跟孩子们没有见过面 他思念孩子的心情 我也是理解的 并且孩子们在加拿大 毕竟会在比墨西哥有更好的前途 这个我也相信 墨西哥人入境加拿大是不需要签证的 他们只需要在入境前去网上 签一个简单的电子签就可以了 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但入境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材料大使馆不满意的话 他还是会拒绝你入境的 我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 如果带着三个祭祠 入境和他的父亲还有我们团聚 我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没做过嘛 所以这是后话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愿不愿意独自一人去墨西哥 和三个从未谋面的青春期的 只讲西班牙语的孩子见面 并带过来和我们团聚呢 我还是有些纠葛 作为中国独生子女受益者或者受害者吧 我只有一个孩子 我的孩子已经独立生活了 家里突然多了三个青春期的孩子 有三点我很担心 第一 第一 会很吵闹 我孩子比较安静 所以 一个吵闹的环境 我会不会适应 不知道 第二呢 会不会很凌乱 凌乱的家庭环境 会让我很焦虑 第三 就不用问是不是 他们会占用我老公更多的时间 这个我想我还是能接受的 想 我跟我老公还是需要好好地谈一谈 朋友们 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摊牌 讲我的三个疑虑 我的疑虑老公还是头脑比较简单 他是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用他的话说 不要担心 什么都会好的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我还是想要一些保证 因为我发现墨西哥人或者南美人 他们性格都比较开朗奔放 又唱又跳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 孩子来了以后 能不能就是稍微收敛一下 不要在客厅里大吵大闹 还有我发现他们打电话 不是像中国人 有一十一有二十二 经常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问他有什么事 结果什么事也没有 就是嘻嘻嘻哈哈一类的 我也讲了 我说如果孩子来了以后 需要给家里妈妈打电话 或者朋友长时间通电话 能不能让孩子在自己的屋里 讲电话 他一开始听了不太高兴 他觉得好像是限制了孩子的自由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 谈判也是有点 不欢而散 后来今天早上我们又重启了谈判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也理解他作为一个父亲 想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是同时呢 他现在也是一个丈夫 也有保护妻子的义务 也要考虑我的感受 我也不是说就是不喜欢孩子 只是因为一个习惯问题 有可能一开始不习惯 如果以后跟孩子熟悉了 其实家里多几个孩子热闹 也许我也会习惯 也会喜欢这种生活的 但是一开始呢 肯定是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 后来我老公也同意了 他说我会跟孩子讲 也不是什么法律原则 只是讲Nina Mia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 所以在相处的时候 都要注意一些 另外我们也达成了另外一个协议 就是先把大孩子接过来 有可能的话 等边境开放了 让大孩子先过来 这样双方都有个适应过程 等如果一切非常顺利 我们接着就会考虑是不是把 剩下的两个孩子都接过来 或者是一个一个接过来 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怎么做罢了 这也是我做YouTube的一个初衷 我想把我自己的生活 心理的一个路程记录下来 然后自己能更明确的知道 应该怎么走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